只要你在家里面养有月季 每年到这个时候 是不是最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害 什么黑斑病 白粉病 灰霉病 碳菊病 枝条枯萎等等现象 其实这是由于真菌性引起的 因为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雨水比较多 往年我们都建议大家 每个月用杀菌药对水来给它喷一喷 作为预防 比较麻烦 有些花有把握不好 不但没有效果 而且还会出现药害的问题 所以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 更加简单好用的 这个防病害的药物 就是这个妙利加Q1 这种妙利加Q1 它是这种颗粒形状的 使用起来方便简单 只要在这花盆表面 撒上一两勺 给它浇浇水 它就会渗到土里 还能预防烂根 同时呢 它又吸收到枝叶上面 就可以预防常见的一些病害 对于新手养花来说呢 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呢 它也不容易出现药害 用量也比较好把握 只要在家里面养花的 我们都可以用起来 尤其是到了这个天气 灶热的时候 家里面养有多肉植物的 也是比较容易出现 烂根 叶片化水 等各种问题的 一定要提前预防 不要等到出问题了 再做处理 再做处理